刚从白狐的领地中逃离 却又落入了黑狐的陷阱 黑狐女子笑着朝一花逼近 你就是那个白狐手掌的爱妾吗 一花此时手足无措 黑狐捂住口鼻仿佛在做极大的忍耐 那就让我来尝尝你那诱人的滋味吧 一花无路可退 身后围着的黑狐群对她垂涎已久 黑狐首领大方地说道 那就让你们先尝尝味道吧 但是她的心脏不能动 那是我的 话音落下 黑狐迫不及待地飞扑向一花 想要去享受那诱人的味道 然而正当即将下口之际 砰砰几声 这几只黑狐便直接被强大的妖力震开 一花收紧斗篷挡住血污 再次睁眼时 刚才肆无忌惮的狐群已没了呼吸 一花被残忍的场面吓得不敢动它 耳边长倒是吊虎离山 一花愣愣回头 望向这个看起来神色自若的男人 黑狐首领见状眼中赏过几分戏血 真是可惜啊 要是再抓紧一点的话 我就已经能吃上一口了 她转身想要离开 却被身后的白狐施法阻拦 一道强劲的妖力霏去 轰的一声 黑狐所站之处轰然炸开 然而这却没有伤害到黑狐分毫 她的身体在原地消散 别生气 我们后会